2010年 卡米洛特揭秘工程发布的一则视频中提到 疫情的来袭并非偶然 其实 这一切早被人计划 目的是为了给地球来一次清理 甚至还提到会用到经济危机 核武器 生化武器 战争等各种办法 这听上去就很阴谋论的计划 究竟是谁说出来的 还是说只是有人在故意制造恐慌 2010年 卡米洛特揭秘工程 在网络上发布一则 令世界人震惊的视频 主要内容是一位自称是 共济会成员的英国退伍军人的匿名揭露 因为共济会有规定 不得泄露内部机密 所以他选择了不透露自己的姓名 其中更是谈到了大力量 而说到共济会在人们的印象里 这是一个无比神秘的组织 甚至有人说 共济会是真正控制世界的幕后组织 而且他的成员也都是大有来头 例如牛顿 爱迪生 爱因斯坦 贝多芬 莫扎特 甚至一些全球顶级富豪 比尔盖茨等等 还有对于登月造假 弄尘泰坦尼克号等 都被认为是共济会一手策划 传言他的真正目的是 想建立一个世界政府 也正是因为这些传言 让越来越多的人 对这个神秘的组织 越来越充满兴趣 爆料者声称 在这之前 他一直都参加着会议 但是当时他们都只是讨论一些 很有趣的金融问题 然而就在2005年6月份 这场不同寻常的会议 仿佛一切都变了 因为这次的会议 没有主持人 没有会议桌 没有会议记录 全场大约25到30人 但这是一个真正的闭门会议 而且参加这次会议的人 有政治家 有警员 有军人 还有政府人物 因为他平常应该是 没有参加过这些高级别的会议的 而他这次应该是被当作帮手 而被邀请进去的 因为他并不知道这个计划 进去后 他也只是在一旁听 一开始 他是对这次会议的内容感到困惑 人们在那悉数地讨论着 看上去像是一个 早就规划好了的计划 人们在讨论着 这些计划哪里受到了阻碍 哪里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 然而爆料者越听越觉得 这个庞大的计划 让他毛骨悚然 起初他也只想 当作什么都没听见 但是那些声音 日夜都围绕在他的耳边 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受不了 道德的谴责了 所以在2010年 他决定向卡米洛特 揭秘工程爆料 比尔瑞恩也根据爆料者的内容 制作成了视频 起初这个视频 并没有受到众人的过多关注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大家再来回看 近几年国际上的大事 竟然发现和当初的这个视频 为什么叫 昂格鲁撒克逊计划 其实这是一个种族的人 是公元5世纪到1066年 诺曼征服之间 生活在大不列跌岛上的一个民族 用当今世界局势的 狭义概括的话 实际指的是 白人昂格鲁撒克逊新教徒 简称WASP 这个概念是在1957年 被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 首次提出的 以昂格鲁撒克逊来命名 本身也就体现了这个计划 浓浓的种族主义 白人昂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崛起史 也代表近百年来 世界强权的崛起史 也就是曾经的英国霸权 和现在的美国霸权 这个群体也作用着 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 在美国和英国的上流社会 构成了绝大部分 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 西方强国的发展 美国的开国国父和历届总统们 绝大部分也都来自这个群体 由此也可见 他们的来历不小 据爆料者声称 在这次的计划中 他们要通过核武器 生化武器 病毒 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方式 来削减世界的人口 首先他听到的第一件事 是他们正在谈论着 以色列不愿意挑衅和煽动 对伊朗的武装行动 但是就在这一年之后 以色列袭击了伊朗 支持的黎巴嫩珍珠党基地 接着转而讨论中国 他们认为 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 所以想让日本 来破坏中国崛起的金融 但是日本没有答应 而给他们带来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在短时间内 崛起的中国 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 让爆料者更震惊的就是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 让人口在这场病中 至少缩减一半 然后后期再通过战争 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希望将底层的人淘汰 然后留下优良的基因 和人类进去下一个纪元 这些疯狂的言语 让任何听到的人 都会觉得震惊和不可思议 说到疾病 难道就是 这场让全世界的害怕的疫情 这也的确让世界 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接着他又说到 他们这么做 也就是为了激怒中国 引发核武器战争 在瘟疫结束后 开始他们的下一步棋 也就是战争 准确地说 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刚开始听到这个计划时 给人的第一感受 肯定都是危言耸听 明摆地制造恐慌的阴谋论 毕竟如果真的开始了 核武器战争 别说是世界人口缩减 估计是整个地球都要玩完 感谢您的敬意